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同祖国观众见面 我感到非常高兴 在今年的世界各地节目中 我们将同你一起 遨游二十多个国家 试炼和学习 各个文化 历史 和风筑人情 我们希望这个节目 能帮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将近中国人民 同世界各个人民的友谊 经过反复考虑 我们认为第一站应该是纽约 因为现在我的家在这里 我认为纽约是一个 非常独特的城市 每一个人对它 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人们对它的第一印象 总是一样 密密麻麻的摩天大楼 熙熙攘攘的繁华街道 纽约市中心是曼哈顿 曼哈顿是一个只有21公里长 6公里宽的小岛 这里是世界工业和文化中心 纽纽约的历史 纽约的历史最早从曼哈顿岛南端开始 第一批欧洲的探险者在这儿着陆 今天 这里已成为美国金融界的中心 世界文明的华尔街 华尔的英文原意是围墙 1653年首批荷兰移民 为了抵抗英国殖民军 在这儿修建围墙 英军摧毁了这堵墙 然而这条街却因此而得名 在街的尽头 是室内历史最久的教堂 世界文明的纽约股票市场 也在这儿 在股票市场的对面 是美国第一任总统 乔治华盛顿就职大楼 继续向北走 是时报广场 娱乐中心 事实上 它并不是一个广场 只是十几条街 组成的娱乐区 其中一条中心马路 就是众所周知的百老会 它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从百老会校上 是林肯文化中心 这是纽约交响乐团 大都市歌剧院 纽约市芭蕾舞团的据点 中央公园 中央公园 为这座到处都是水泥淋固土的城市 增添了一块绿洲 当然纽纽约更是时装 风尚汇集的中心 我现在在纽纽约第五大道 所有到纽约来的人 一定要到这儿看看 圆街都是世界文明的高级商店 我以为这是纽约最美的一角 纽约市交通十分拥挤 大部分市民主要交通工具 是两万五千辆公共汽车和出租车 在市内市交一千六百公里长的公共汽车干线 每年平均载客量为六亿人次 室内地下铁每年载客量为十亿人次 很难相信 这样一个稠密活跃的城市 只有360年的历史 当年白人从当地土著 印第安人手中买下纽约时 只花了24美元 相当于70多元人民币 今天纽约已从一个小小的移民村镇 发展成为有800万人口的一流国际都市 纽约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城市 同中国不同 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是外来移民 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将各自文化生活习惯带到这个国家 大大丰富了移民生活 在这儿大家都是美国人 纽约的生活 不论对新移民还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都不是轻松的 它有美好的一面 也有不幸的一面 纽约以暴力犯罪率高而闻名 部分没有成功的人 终日流浪街头 无家可归 沿街乞讨 救济所是帮助这批贫困大军的部门之一 这一救济所是三年前成立的 每天可接待800人 为他们提供膳食 这种救济活动帮助缓和了纽约市的情况 但是大部分纽约市民都努力自食其力 这是新老移民最共同突出的特点 不同种族的美国人 习惯组成自己的居民点 这里有小意大利 德国城 小印度 这是唐人街的孔子广场 据统计 大约有20多万中国人居住在纽约 在这儿 你会发现许多熟悉的东西 中国式的电话亭 以及各式口味的中国餐馆 中国新年春节的庆祝方式 也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小意大利紧靠着唐人街 人们在庆祝另一种传统的节日 不管是中国人的节日 还是意大利人的节日 都是大家的节日 在唐人街的另一端 是老犹太区 由于唐人街人口的增长 犹太区已成为中国人扩建的范围 犹太人大部分向室外迁移 剩下的只是一些他们的商店 朝鲜人开的蔬菜水果店 遍布全市 他们24小时服务 货品质量高 别人无法同他们竞争 开办食品店 饮食业 是新移民谋生的一条出路 史蒂夫·扎文斯尼先生 是波兰来的移民 他自己制作波兰香肠 在他金银的食品店出售 多年的辛勤劳动 才使他有足够资金 将这家店买下来 他的两个儿子 同他一起管理店里工作 大儿子查理带我们参观全店 他对我说 如果全家人一起努力工作 长时间的工作 钱是可以存下来的 但是一定要非常地勤奋 你也许听不懂父亲在说什么 可是从他那张 宝金风霜的脸上 可以得知 他们的成功来之不易 这是一家匈牙利杂货店 威斯先生的祖父 最先享受到他们的劳动成果 你以为这是辣椒粉吗 在匈牙利烹调中 Paprika这个投尾品 就像中国酱油一样 是不可以缺少的 这个杂货店就是以Paprika为名的 这个在曼哈顿中城匈牙利村的杂货店 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生意十分兴旺 许多东欧渔民前来光临 要是想品尝阿拉伯风味 可以去布鲁林小中东区 这儿专售中东调味品 阿拉伯人最喜欢的橄榄应有尽有 你一定以为这是干烙 实际上是一种阿拉伯糖果 同北京的龙虾酥糖味道差不多 我们又回到了曼哈顿 最后一站是一家中国移民家庭 从房中的摆设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多少 祖父仍以写书画画为伴 祖母在家看惯孙子孙女 祖孙三代同堂 一日三餐 中菜为主 成千上万的移民就是这样生活 吸收新文化 适应新环境 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习惯 纽约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向新老移民挑战 其中有人成功 有人失败 纽约是他们辛勤劳动的见证人 他们的生活也紧密地同纽约连在一起 出到纽约 我感到很恐慌 街上行人 冷若冰霜 商品昂贵 竞争激烈 在这里生存 实在需要勇气和勤奋 难怪美国人有一句话说 能在纽约成功的人到哪里都能成功 各位观众 今天世界各地节目到此为止 再见